加入後話 indest 혁 快起來 還在訂閱影片 應該喔 這個是 вд! 我們來到的是 動物園 你沒看到了 娃娃剛剛什麼就說 你的水噴到你家了 對不起喔 沒看到 這陣子有一個 比較符合新聞 就是在咖啡廳裡面的 浣熊受到的虐待 虐待的事件 然後這件事情的後續 後來的發展就是 現在這浣熊目前是給動物園接管 所以我們今天是來看看這些浣熊 所謂的做是怎麼樣 關注這則世界 來看浣熊吧 我們歡迎可愛動物圈的區域長 歡迎彭博士 那這邊想要問一下博士 就是我們知道 這個很可憐啊 浣熊在咖啡廳 他當初受到了一些 很不正當的飼養方式 那他現在來的動物園 想要問他現在過了什麼樣 悠哉的生活 發生了什麼這個過程 應該是說絕道部分的民眾 或者是一些店家飼養動物 有他們自己的一些 自以為是的想法 然後可能他就是說 譬如說他飼養動物是為了要 他的牟利啊 那我相信他們一開始 對動物都還是有一些愛心 可是他們可能飼養動物的方式 並不是很真的理解 例如說跟 像環熊 其實他是屬於夜行型的動物 他夜行型 對但是你看這個動物 他們養在這個餐廳 可能都是排便 跟遊客運動 然後他們可能餵動物 吃的食物也不是很恰當 然後 所以說一到動物園之後 首先他們在食物上 就有很大的改變 我們給他們都是一些 比較天然的食物 那他們的飼料 是怎麼樣拿到 你怎麼取得呢 原則上我們動物園 都有很好的營養師 去做這些食物的調配喔 你可能知不知道 腕熊為什麼會洗手 洗手 我很想知道 對 對 因為 你知道有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為了把食物洗乾淨嗎 然後或者是有人問人 會腕熊視力不好 所以他需要看 洗東西才能辨別 這是不是食物 所以腕熊的腕呢 其實他會翻譯成腕熊 就是腕洗食物 但是實際上呢 根據我們去年的研究 會發現說其實腕熊 之所以會發現這種食物的行為 是因為他們在圈養的狀況之下呢 因為他們的這個 對於這個環境的刺激不太夠 所以他們會把這個食物拿來玩水 這樣玩一玩再吃進去 真的是腕熊 好 我們再次感謝我們博士 謝謝 好 那經過這個 大家現在已經很辛苦了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好像肚子都餓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又要吃東西啦 又要 好熟悉的透露 今天誰生日啊 今天到這裡 我們快生日了 我們叫做腕熊做食物耶 對啊 腕熊生日 好可愛喔 那我們就馬上進到 動物出發 就是因為他們平常生活就是固定的空間 對 然後如果我們每次餵食 就只是把食物放在裡面 那他底下就吃完 很無聊 對他就很久沒有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們會把食物藏起來 就是放在比較 讓他難 不許的 讓他尋寶 對 可是他會花很多時間在找食物上面 這樣他就不會花 就是很無聊 然後 一直洗手 對我沒事的食物都沒有吃完 然後沒事做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 你不希望他做的機會 好 所以我們要準備什麼樣的食物 我們早上東方都是給一些 比較有蔬菜 跟狗飼料 狗飼料 對 就是他們就是吃的比較健康 然後狗飼料的話 是因為就是他們也需要群衡的營養 那狗飼料可以提供回料的原則 那要什麼塞 欸你不要去他就不要再貨物回去喔 開口罩 隨時拿這個塞進去 對 他很窮 不好意思 我剛剛有塞蟲 我剛剛有塞蟲 我也沒有塞蟲喔 我也有蟲 他真的很拍欸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他會講話 他本來不會飛行 所以我們也是訓練他飛行 所以的話 他會到巨場的選手 比較常見 雖然現在可以飛了 他現在可以飛了 但你還沒辦法飛得遠 火箭筒 好可愛 會刺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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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小心喔 小心喔 他眼神會生氣 欸欸欸欸欸 他生氣了 他生氣了 好 那我們歡迎 許一蓮 套子啦 誰怎麼這麼變 他叫我鼠毛姐姐 鼠毛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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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主要訪問 就是我們晚上來到這邊 跟我們分享他的一些 心路歷史 他就想要呼籲給大家的 今天真的是 最近最火紅的意思就是 那四隻碗熊 到底在哪裡 其實本來是有五隻碗熊 但是有一隻被虐待致死 但是呢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那個咖啡館的老闆 他們其實養了非常非常多的動物 然後他用這個動物 然後吸引了很多的消費者去消費 那經過後才發現說 有人舉報原來他在虐待動物 然後我們針對這個行為 我們先把他四萬五 除此之外 不是只有這樣 不要你虐待動物就沒事 對 我告訴你現在的法令 你非常非常保護這些動物 70年有期徒刑 太高了 太高了 是是是 好 那我回歸正傳就是 虐待動物是怎麼樣呢 如果你虐待他 他如果只是受傷青山 輕傷的話 其實只有罰錢 那怎麼樣呢才會有刑事責任呢 就是你要虐待他到 一個 器官不見 或者是吃掉了 這樣子才有可能有刑事責任 如果不過人的話 只有行政法令 就是說這種 罰太太罰了 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法令的部分 我們要繼續努力 其實這樣的野生動物 真的不適合適 所以我們還是要呼籲 就是說野生動物他很可愛 對 比如說晚熊 比如松鼠 所以呢我們還是要讓他到處去 像這樣 到處跑不好找 到處走這樣子 自由的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 跟動保住室討論了 結果就是我們把他送來動物園 然後讓動物園給他 寄一個很安全的家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說 動物園也有一隻晚熊 叫做灰灰 那既然他有一個灰灰 那我們就找到一個 他的同居伴侶好了 啊真好 後來就把他帶來這邊 好再次感謝蘇花姐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那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再說一遍 野生動物不適合飼養 耶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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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非常開心可以來到動物園 看晚熊 對 你不要摸喔 蛤雞 蛤雞 對 不要讓人家誤會 而且晚熊比較不適合摸 因為晚熊畢竟還是野生動物 所以他會有咬人的行為 反正就不能亂摸 路邊看到漂亮的女生 也不能去給他摸 但是故意大家 是野生動物比較隨意 對 對 飼養的也不要棄養 對 那因為今天是比較 特殊的個案 就是前陣子那個 和晚熊畢竟還是牠被刺激 然後後來是由動物園接管 這件事情 但這不是代表說 喔我今天起養動物園就會接管 不是喔 嗯 甚至是聖合的起養 或是越南都是會有行者的 就是動物的生活 你我有足吧 對 對對對 好那是謝謝大家了 掰掰 影片結束啦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 按讚加分享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歡迎收看我們的日常生活 有什麼影片都可以留言 分享給我們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AWIRE 通知我們收預隊啦 遮隊尚